最近Pokemon公司在2月27日公布了有關新作的資訊 可以說是另一眾網民為之瘋狂 瘋狂的地方相信大家都會很清楚 就是會不會將舊版珍珠鑽石重製化 而為什麼大家都希望推出重製版珍珠鑽石呢? 究竟有什麼神奇的力量吸引著大家 希望這個作品再次以暫時的姿態展現在市場上呢? 我就想了兩個最大原因 第一個就是童年回憶 相信童年回憶應該是一個最強的原因 最強的說服力 陪伴著一眾玩家走過學生艱難的生涯 第二就是希望見證高畫質的珍珠鑽石板 當年珍珠鑽石板是用NDS來玩的 所以畫質雖然不太差 但技能特效精靈都是屬於比較靜態的形式 技能特效只能用一個生眼的方式去呈現 精靈的話只有第一次由精靈球登場有動作 或者是在精靈情報裡面有動作 其他可以見到的只有硬生生的驅鑽 以及只會動一動的動作 不過這個也不影響到其他玩家對他的口愛 加上精靈外表有型啦 帥仔 如此獨特的遊戲應該大家都很難不愛 所以如果配合到現在這個科技 淫天堂以Switch的機體性能 絕對可以創造出更好玩的遊戲 比這隻舊版的珍珠鑽石板更上一層樓 所以對比起綠寶石和金版的話 之後最多人討論希望推出重製或復刻的話 應該就是珍珠鑽石啦 說回新作的情報 果然不負眾人的期待 終於推出珍珠鑽石版重製了 宣傳的影片一開始就會先以 用這個倒墜的方式介紹以往的作品 由最新的劍盾2019年 太陽月亮2016年 XY2013年 黑白2010年 然後最後就是2006年 就是珍珠鑽石推出那一年 再將畫面轉到最舊式的NDS 而NDS畫面中就播放珍珠鑽石的遊戲片段 對呀你沒看錯 這個就是你老婆小光 只不過稍微跟星之卡比較相似 你就不認得他了 然後這個是進入戰鬥的畫面 認真說一說我們先看法 對於這個重製版的DP珍珠鑽石 第一眼看到這個畫風 當然是有落差的 因為始終由NDS的作品搬運到 任天堂最新的機體Switch身上 肯定是想重製之後 作品的畫質有所提高 因為當時NDS的機體性能 只能以2D的形式呈現 但是這個戰鬥畫面的宣染 簡直是慘不忍道 第一眼看上去已經感到極度不舒服 令人懷疑這個究竟是不是 真是一種新的作品 即是一個由Switch推出的遊戲呢 我想2006年的畫面比它更加好 而精靈在戰鬥方面來說 我個人認為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跟劍盾的精靈應該差不多 不過在一小段的宣傳畫面就發現了 介紹這個御三家的時候 御三家的畫風是極度奇怪的 完全不像是以往的畫風 有部份的網民更說 某一些導版Pokemon手機遊戲畫風相似的 為什麼重製版的畫風會這麼奇怪呢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遊戲 並不是由GameFact親自開發的 而是曾經參與開發Pokemon Home的ILCA開發的 於是我就去查查這個ILCA公司的資料 原來這間公司是一間日本的動畫公司 遊戲方面其實是曾經協力過以下兩款大作的遊戲 包括勇者鬥禍龍、沉迷世去的時光 以及尼爾自動人形 這兩款遊戲ILCA公司 都有在圖形設計 以及PV製作上都提供協力 所以理論上Pokemon的作品在這個圖形設計上 應該是可以由刃有餘地發揮它的能力 但反而在這個製作上出現了這樣的質素作品 那究竟這個是什麼問題呢 究竟是本身ILCA的創作出現了問題 還是總監的問題呢 到最後了 如果在眾多的網民熱烈討論或者表態下 這個ILCA或者總監仍然推出以這個宣傳片畫風的作品呢 相信可以證明Pokemon這個系列真正開始走向下坡 即使第二款的新作有多完美 仍然無法覆蓋到重製版珍珠鑽石 是Pokemon有史以來最大的黑歷史事實 由此可以見到開發商已經對舊作重製失去了熱情 用一個比較現實的說法就是 我推出史一樣的作品 你們一樣會買飽 那我做什麼要花心機花時間去創作一個舊作的作品呢 我做什麼要花心機花時間去創作 我做什麼要花心機花時間去創作